国立台湾博物馆 现在我们要将你用色纸 来折出展场里面美丽的扇背 首先 你需要一张四方形的纸 把有颜色的这一面朝上 在纸 的中心 找出它的中心点 把纸的两边 向内折 变成一个向门的形状 接下来我们要再对折 变成一个小张的正方形 有颜色的那一面在里面 现在我们要沿着这条线 把有颜色的这面往外翻 压出折痕 另外一面也是一样 压出折痕后 已经有一个扇背的雏形 但是上面这个地方 看起来就太大了 所以我们把它翻过来 在这条线大约中心点的位置 折出一个三角形 另外一边也是一样 两边尽量对称 把刚刚折好的三角形 往内收起来 另外一边也是一样 这样就已经有一个扇背的雏形了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 就是把另外一边 有颜色的地方 一样翻过来 然后修整整个扇背的形状 变成像这样子的正圆形 把四边的角折到色纸的中间去 再把角 变得有点圆弧状 看出差别了吗 另外一边也是一样 两边尽量对称 这样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赶快来试试看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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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